Yo!大家好我是Velopey 說的是Velopey 說的是Velopey 專門的卡片和Pari激戰 今天打算來跟大家試玩一下 實測一下這張最強糖豆人Begito的實力究竟是如何 因為我已經將這張卡成功極限設計覺醒了 Lv140 必殺技15完全完成了 而且我覺得這張卡絕對是平民神卡 因為他的必殺技效果和被動技能效果 都令到這張卡非常不錯 又可以打短期戰又可以打長期戰 都是非常不錯的 所以我很想來跟大家實測一下 究竟他是不是好像表面上看起來這麼好用這麼厲害 不過開打之前不如先來看看他的必殺技和被動技能 在極限設計覺醒後的效果究竟是如何 首先來看看必殺技效果 必殺技效果就是提升攻防 並對目標造成超特大傷害 而且還可以高機率使敵人魂 提升攻防意味著這張卡可以無限攻防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說他適合打長期戰 他非常適合打長期戰 因為他可以無限攻防 所以你拿他的膽不空轉又或者那些歷史關卡之類 他都是可以勝任 而且非常之好用 其次他這個高機率魂人 即是有50%左右的機率魂到人 所以你拿這張卡去打超級戰鬥之路 他分分鐘可以幫你魂到對面一個人 對面敵人就說錯了 但你就非常開心笑著打敵人 非常之爽 所以因為他這個必殺技效果 令到這張卡又可以打長期戰 又可以打短期戰 戰鬥之路 所以沒什麼超難關他打不到 所以就因為他這個必殺技效果 我覺得他絕對是一張平民神卡 現在看看他的被動技能又是怎樣 被動技能就是正面突破 效果就是超高機率迴避敵人攻擊 並且包含必殺技也可以迴避 即是跟LR自在極而不空的效果差不多 超高機率大概就是70%左右 我沒記錯的話 哇朋友70% 非常之高的一個機率 你有70%的機會可以迴避到敵人任意的攻擊 而且包含必殺技 我真是歐嘴 再加上這張卡有一個高機率 即是50%的機率去魂人 所以你拿這張卡去打超級戰鬥之路的話 他絕對是一個超強的平民奇兵 因為這張卡分分鐘可以幫你閃開敵人的攻擊 救了你一命之餘 還可以幫你魂了敵人 非常之不講道理 即是敵人不斷打你 你不斷閃開了 不但你還要再魂了人 完全不講道理 敵人整個人表情 你就笑著來打敵人 所以就因為他這個閃避的能力 再加上他可以魂人的能力 就令到這張卡打戰鬥之路 是絕對可以充當奇兵 但要留意他這個迴避和魂 都是機率性的東西 70%和50%機率 一旦你那天黑仔 發動不到這兩個能力 這張卡就不是奇兵 就變成殘兵 但作為一張免費卡 他有這樣的能力 真的不可以要求更多 絕對是一張不錯的神卡 好啦未完啦 跟著就是使敵方防禦無效 這個能力我個人認為沒什麼用 所以我就不多說了 跟著才是重點 每取得一個忌器珠 自身的攻防提升20% 每取得一個忌器珠以外的氣珠 應該包括彩珠 自身的防禦力提升10% 也就是說這張卡除了可以無限攻防之餘 他還可以食珠增加自己的攻防 他是一張免費卡 他免費卡設計到這樣 真的無可挑剔 其實他這個食珠加攻防 我覺得攻擊力也是次要 最重要是他可以食珠加到自己的防禦力 這一點非常重要 因為配合他這個超高機率 閃避敵人攻擊 他現在有防禦 萬一你閃避不到敵人攻擊 你至少也不怕被人打那麼痛 所以他可以食珠加防 絕對是令這張卡變得更強更好用 所以我真的到這個位置 我絕對認為這張卡是一個平民神卡 非常之不錯 最後一個能力就是 取得點身回復HP 這個能力也是沒什麼用的 其實不多說了 最重要就是他的被動技能 可以超高機率迴避敵人攻擊 而且可以食珠增加自己的功課 所以整體來說 他這個被動技能 再加上他這個必殺技效果 就令到這張卡 就成為一張平民神卡 打短期戰又得 打長期戰又得 非常之神 什麼 你不信 你不信 OK 我現在馬上拿這張卡落場 就讓你看看他是不是平民神卡 OK Let's go 我又進這個熱鬥悟空轉來打一打 想在這個長期戰 看一看這張唐斗人 他的蝶攻防效率 究竟是如何 不過一來這裡 唐果人未出現 我們下一回合再見 非常好 我們的唐斗人就出來了 最強唐斗人 我們先來看看他的防禦力 是多少 一開波的防禦力 就是42,200 非常低 其實 低 不過不要緊 因為這張卡可以無限疊攻防 還有他吃豬也可以加防禦 所以不用這麼緊張 我們現在先吃豬 看看他吃了豬之後的防禦力 是多少 這裡有2 4 7顆豬 看看吃了7顆豬之後的防禦力 是多少 對比起5周年這張LRBecita 都不會差很遠 防禦力 只差1萬 算是不錯的 雖然也是偏低的 但是這張卡可以無限疊攻防 所以前期來說低一點都是正常的 所以大家不用太驚訝 很正常的 最重要是看到他疊到後面會變成怎樣 OK 防禦力 現在看一看他的攻擊力是如何 但是應該都不會很高 哇 你看 兩下閃光地人攻擊 非常屁肌 60幾萬攻 算是這樣 這張卡其實攻擊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是他的功能 可以無限疊攻防 可以閃人攻擊力 以及可以暈人 好了 我們的糖斗人又出現了 剛剛已經用了一次必殺技 我們就看一看用了一次必殺技之後 看看我的防禦變了多少 咦 那就有五萬了 剛剛還沒用是四萬二千的 也就是說他用一次必殺技 大概可以加到八千防禦左右 算是一個不錯的 這個疊防水平 算是不錯的 好 現在再試一下 可不可以吃七顆豬 同樣吃七顆豬 二四六 哎呀 吃不到 只吃到六顆豬 不要緊 吃一吃 看一看吃到六顆豬之後 這個防禦變成八萬一 又多了一萬防 比剛才 也就是說 這張卡 每開一次必殺 大概加八千到一萬防 這個疊防數值 對於一張免費卡 真的算是不錯的 OK 我現在就繼續疊防 直接飛到這個力屬性 自在極而不空 到時再看一看 這張糖斗人的防禦力 究竟是如何 OK 一聲就看到這個力屬性 自在極而不空 非常好啊 我們就來看看這個糖斗人的實力 現在究竟是如何 先來看看防禦力 防禦力 九萬二千九 還沒吃豬 九萬二千九 算是OK的 看一看他吃了豬之後 防禦力究竟是如何 這裡非常爽 非常之多豬 吃了超多豬 防禦力已經有十七萬了 算是非常之不錯 作為一張免費卡可以去到十七萬防禦 其實真的 算是差不多了 無可挑剔了 這個位置 你只需要再配合一個道具 如果他呢 例如快速龍 這樣就應該可以坦掉他的傷害 理論上應該沒什麼問題 OK吃完豬 就來看一看坦不坦到傷害 嘩 直接閃了 嘩又閃了 嘩又閃了 哈哈哈哈 爽 所以用這張卡最爽的位置就是這個 不斷閃人家 攻擊力呢七十幾萬而已 不過我都說了 這張卡其實攻擊力 沒什麼 就是不需要去care他 因為最重要是這張卡的功能 他的閃 他的魂 和他的無限疊功課 又閃 又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平時呢 這隻這麼的志在極而不兇 就閃得人多了 啊 這次我就閃回他轉頭 這個位置 哈哈哈哈 哎呀 頂他閃回我 頂他啊 玩東西 好了 那我們的糖豆人又出現了 那看一看他的防禦力 現在又是怎樣 啊 已經十萬防了 現在這個位置未吃豬已經有十萬防了 作為一張免費卡 真的算是非常不錯的 嗯 相信大家都已經見到這張糖豆人他的疊防效率 究竟是如何啊 我可以給你一個參考 如果是速屬性的LR不犯呢 來到這個位置呢 應該有大概三十萬防 三十多萬防 但是那張卡是LR 這張卡是一個免費卡 他已經可以有他的三分之一的能力 已經算是不錯的了 而且呢 未吃豬 那看看吃完豬先 這裡二四六七顆豬 OK那看一看吃七顆豬之後 十八萬防了 算是真的算是不差的了 算是OK的 你再加一個道具已經可以坦殺人家的傷害 啊 更何況這張卡這麼閃得 哈哈 好了那到這個位置 我相信大家都已經了解到這個糖豆人他疊防禦的效率 究竟是如何的了 那所以我們再看這一轉這個糖豆人的表現之後呢 我就直接飛去這個超級戰鬥之路 那又來看看他超級戰鬥之路的表現又是如何的了 好了那我這裡不懂道具了 啊因為呢我搏一搏他 他能不能閃他的攻擊力 啊但是閃了啦 妳看剛才沒有閃的呢 他普通攻擊都打我不進了 十八萬防就是這樣屈機 啊 所以真的是算是不錯 這個疊防水皮 這個免費卡來說 無可挑剔的了 真的 那但是攻擊力偏低的了 不過都強調很多次啦 這張卡的攻擊力呢 一向就不是他的重點 所以不用理他 又閃,又閃,輕鬆,對面的悟空嗆了嘴,他以為我是志在極熱悟空,怎知道我是一個唐斗人 好了,我就進入這個極限超級戰鬥之路,極速屬性這一關 我們就在這一關測試一下唐斗人,他的雲人的實力究竟是如何,和他的閃避能力 不過我相信大家其實都已經見識到他的閃避能力了,非常之恐怖,非常之閃得 這裡再測試他的閃避能力,配合他的雲人能力,又會有多屈肌 但一來這裡唐斗人未出現,我們下一回合再見 非常好,我們的唐斗人出場 這裡我們就可以看看他能不能閃避敵人的攻擊之餘,還可以雲買敵人 我覺得很大機會可以做到這件事,這個唐斗人就是這樣,禁不講道理 OK,吃完豬,這個位置我用了一個快速龍,閃了,但不用用快速龍,總之閃光了 所以說他的超高機率閃避,不是開玩笑的,因為真的蠻閃得 大家都見到,嘩,而且運賣人 所以我說這張卡就是這麼不講道理,為什麼他是神卡呢? 就是他可以做到這個只有你打人,但別人打不到你的情況 對面拉帝子,我們為他默哀,因為他已經暈了 我們的唐斗人又來了,對面的拉帝子已經醒了 這個位置我們看看可不可以再暈多他一次 我覺得有機會 如果再暈多對面拉帝子一次,他真的滿面都是淚水 他非常堅定 OK,吃完豬了,來看看50%的機率 究竟是可不可以連續暈到別人呢? 驚奇猛攻 我好相信這個唐斗人的實力 拉人,有暈了 對面拉帝子現在是肉錘針板上 讓我輕鬆的魚肉 好慘 死了,真可憐 這麼快就完了第一個階段 所以我相信大家都見識到這個唐斗人 雖然他沒有輸出,但他絕對可以用輸出以外的其他手段來幫你輕輕鬆鬆的通關 真是屈的 OK,這個位置對面三個敵人都很集中攻擊頭位 那就非常好了,我就放這個唐斗人在頭位 就看一看這個唐斗人究竟有多閃得 OK,吃完豬了,順便看看可不可以暈到飛利 閃一下了,這裡已經閃一下了 121萬,有過百萬的輸出,算是這樣 看看可不可以暈到他 因為飛利攻擊次數最多 唉呀,這次就暈不到 蘇石 不過都不要緊,因為飛利都已經殘血了 其實 沒有閃到這一刻 不過都不錯,整體來說都算 只是被人打了一下 算是閃得,非常之不錯 好,這麼快又過一個階段了 進到第三個階段 我們入場再看一次唐斗人的閃避 還有他的表現之後 那就完啦,這次的測試 因為相信大家都已經看到這張唐斗人究竟有多屈肌 絕對是神卡來的,大家應該不會質疑 絕對是平民神卡 對不對? OK,吃完豬了 好啦,我沒有吃道具 那就看一看這個唐斗人的表現就可以了 這裡 因為我不打算打完這一關 其實通關應該沒問題 我到這個位才用了兩個道具 唉呀,又閃光了 超兇 超不講道理 OK啦,今次的測試到這裡就完 我相信大家都見識到這張唐斗人 唐斗人的實力究竟是如何 我在這裡做一個簡單的總結 這一張唐斗人的實力真的非常強大 我相信現在應該沒有人會質疑 他是一張很強的平民神卡了吧 他真是一張神卡 他呢,又可以無限攻防 然後又可以超高機率閃避 尤其是這個閃避非常之惡 LR自在極意悟空 都只有7回合超高機率 這個是無限回合的超高機率 所以超強啊,真是好兇 這個效果 然後還有一個高機率雲人的效果 剛才大家都見到的了 暈到那個拉帝子多爽 暈到他動都動不到,聲音都不敢聲 所以這張卡絕對是一張很不講道理 打橫行的一張平民神卡 所以未練這張卡的朋友 快點去練他 都不難練的,很容易獲得 唯獨是打他的活動關卡 他那個跌落的機率可能比較低一點 但是不要緊的 努力點用多一點時間就可以拆滿的了 因為這張卡絕對值得你去拆 真是厲害 好啦,跟著我這裡再補充多一件事 就是這張卡我建議大家可以連擊為主 因為你連擊多一次必殺技 他就再跌多一次攻防 就會令防禦更加快,跌到更高 所以我建議大家開連擊 好啦,這條片到這裡就完了 希望這條片可以幫助到大家 對這張唐斗人秘之堂有一個更深入的了解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 記得按LIKE和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一次再見 拜拜